中和区公所的替代一男 长期以来都协助照顾辖区内的伤残退伍军人 关怀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协助居家整理 减轻家属照顾的负担 而去年8月到中和区公所服役的胡家豪 也接下了这项任务 还积极为林企义规划庆生会 今年获选为集邮替代一男 他说自己也有点意外 但在公所服役的过程中 他渐渐学到不少过去 人生没有经验过的事 一开始我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 可是渐渐我觉得每天去看到他有笑容 他看到我有笑容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他是一家人 所以我觉得越照顾起来越有心得 就是你越把他当成家人 你越会把他想一些 你可能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人要有同情心 也要有同理心 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 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照理来讲 应该也是会非常顺遂 而中和区长柯庆中也加赠奖金给胡家豪 借着这个机会和公所服役的替代一男们聊聊天 除了感谢他们协助公所各项作业 同时也和一男们分享他过去受训的经验 希望大家可以把服役当作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服务中体验同理心 我们的所有的服役的一男他们表现都很好 那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很有同理心 他们因为很有同理心 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设身处地去着想 所以他们今天的这个好表现 我一点都不意外 而有了这些替代一男 来公所的民众也获得不少协助 不论是一般洽工 还是帮忙发放白米 感谢 我们现在联系大 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 积极的服务态度 不仅是得到民众的赞美 同时也让自己体验学校 学不到的社会经验 中家新闻赵世渊林凯军综合报导